好 我们接着上课 这个弹性无穷大 这个也是很极端的情况 要举例子也非常不容易 你可以想象是一个 有非常相近替代品 对吧 非常非常相近替代品 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可能趋近无穷大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勒百世矿泉水 它的价格可能确实 有非常小的变动 可能对它的需求量就有巨大的影响 所以你可以看到市场上矿泉水的价格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都是一块五一平 当然这里边有很多不同的地点购买的不一样 这是另外的问题 我们将来会讲 但是在同一个地方 你都去照亮店超市买 那可能可以看到不同的矿泉水的价格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情况 我们将来会讲理论上讲 需求价格弹性无穷大 在一个特殊的一种理论的情况下 还是非常有用 这个我们将来会提 这样就不再说了 好 我们刚才都是理论上分析弹性的范围 我们下面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来看一些物品的价格的弹性 有人专门研究过在美国经济当中的 一些物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刚才讲的 那几个决定弹性的因素来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的物品 会有这样的一些弹性 富于弹性 elastic demand 就是一些相对来说 弹性是大于1的物品 好 这个地方就是在外就餐 那叫purchased meals 在外边吃饭 这个弹性比较大 2.27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替代品 对吧 就是在家里吃饭 对 这个 而且可以买回来吃 这个在外就餐 这个purchased meal 应该买回来吃也包含在这里 所以这里边就是说自己做饭 这个是有替代品 而且你可以想象 在外就餐一定程度上也是奢侈品 就看你在什么地方就餐 因为这个在外就餐 它包含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它可能还可以细分 比如说在外就餐可以分成 在麦当劳就餐和在全聚德就餐 这个还是有一些区别 所以总的来说是2.27 比较大 2 超过2 而且对不同的人也不一样 一个在清华大学上班的老师 家住的很远 这个弹性可能就很小了 他不得不 当然就要看在食堂就餐 算不算在外就餐 这里边确实有一个定义的问题 在办公楼里上班的人 他们即便是就餐价格变化很大 他们也只能在外就餐 所以这里边都是有例外的 你可以想象 总体上比较大 金属 所以有一些物品是 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些 不一定是家庭的需求了 可能是一些企业的需求 也比较大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就只能归于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使得金属产生了一些替代品 比如说我们知道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一个发明光鲜的人 他提出一个理论 能够用光来传播信号 那在这之前呢 大家知道比如说一些电信通信电话线 都是用金属的铜 来传播信号的 所以他说是可以通过光来传播的 因为光和磁波的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是革命性的技术进步 所以这样就可以用光线来替代金属 包括我们一些日常生活当中 用塑料来替代金属 就强度足够大 你可以替代一些金属的制品 所以这个是一个技术进步 家具 木质的家具 1.2 这个弹性也比较大 因为家具也可以用其他材料 也可以用塑料的 这些 包括一些合成的这些材料来做家具 所以它的弹性也是相对比较大 汽车 1.14 购买汽车的弹性 接近于1 但是仍然是富于弹性 因为人们可以不买汽车 可以去做其他的交通工具 当然在短途的情况下 还是以汽车为比较方便 对吧 特别是这个城市当中 这里边有很多例外 比如这个城市有没有地铁 对吧 可能影响到你汽车的需求弹性 这个 如果没有地铁 你的需求弹性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在美国 比如说你是第二辆车 你购买了一辆车 你还想买第二辆车 那么这个第二辆车的需求弹性会比较大 还是比较小呢 比较大 你可以说 我就买一辆车 我们一家人可能轮着用 虽然不太方便 但是我们省很多钱 或者挤在一起 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买第二辆车 第二辆车的时候 你要考虑这些因素 可能会少 可能会对价格比较敏感 所以这边有些因素 所以这些都是平均的弹性 这些因素都已经被忽略了 还有一个交通 或者叫运输 这个主要是指的长途的 比如说你坐飞机 坐火车 还是坐轮船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这个当然就不能坐汽车了 所以这两个之间 替代性 如果你分成短途和长途 是没有什么替代性的 很少有人会开汽车 走很远的路 所以这个主要是 比如说这个弹性可以是指的 你可以 如果你去旅游 你可以选择不去旅游 如果这个飞机票太贵 我也可以在家附近旅游 对吧 我可以在家里看DVD 对吧 我就不去出去玩了 所以有一定的弹性 接近于一 接近于一 所以还是可以替代 而且我有时候 我的运输可以通过其他 比如说企业 他可以说我不把这个东西 从这运到这 我采取就地生产的办法 对吧 所以我开汇 我可以把人运过去开汇 我也可以通过电话会议来开汇 所以这个transportation 还是有一定的替代性 如果你可能乍看起来 没有什么替代性 你运输必须要 从一个大的概念来讲 运输是没有什么替代性 你公路 水路都包含了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呢 它还是有一点点替代性 所以它弹性还是接近于 一 当然1.03和0.92有什么区别 就很难讲了 这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你可以这种很难 截然分开 有弹性还是没有弹性 所以缺乏弹性的需求呢 不过总的来讲 还是符合我们的印象 水电器 这些所谓的公用事业 是缺乏弹性的 自来水 用电 用煤气 这些 没有什么弹性 必需品 属于 石油没有什么弹性 总的来说 这个 也相当于是必需品 药 对吧 这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药是没有什么弹性的 这个价格再高价格再低 如果某些药是治疗某种疾病的 必须的话 你必须要用 即便某种药不是治疗某种疾病必须的 由于知识的障碍 医生说你就得吃这个药 哪怕有一万种替代品 你都不敢随便去替代 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 存在这样一个信息障碍的问题 所以对普通的消费者来讲 他可能根本就无法去 自己去辨认这些替代品 对吧 所以这样带来一个 也可能会带来一个需求价格弹性偏低的情况 接着一些缺乏弹性的物品 饮料 作为大类 这个大概应该不包含自来水 但是这个时候需求弹性也已经比较小了 这个饮料就包含碳酸非碳酸饮料 0.78 抽烟 烟草 这个很容易理解 没有什么弹性 没有什么弹性 粮食 没有什么弹性 住宅 相对来说也没有弹性 这个地方用的是housing service 这个其实应该理解成的是租房的价格 因为你买房的价格是一个长期的 你购买了一个长期的住宅服务 对吧 你买一个房子相当于你几十年的购买服务 都一次性购买 那么这样呢 可能如果我们只是考虑一个月的这个住房的价格 你租房子一个月的价格 那就是租房更合适 这个弹性也比较小 因为你总是要居住 对吧 总是要有一个住的地方 也是比较小的 0.55 服装作为一个大类 没有什么弹性 当你说某一个品牌的服装 那可能弹性会比较大 书报杂志作为总的一个大类 比较小 0.34 所以看出看报 这个 这种文化需求 有时候也还是很重要 也是必须的 也是必须的 吃肉 这个弹性很小 对吧 必须要吃肉 特别西方人 0.2 可能中国人稍微大的 这样的一个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么计算这些弹性 看起来很容易 但是其实是很困难的 我们可以看 算这些弹性 都是一些 非常高深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甚至是80年代的研究成果 我们现在还在用 84年 七几年 说明这事情非常难你知道吗 因为84年研究成果 现在还在用 就说明 我们现在再重新算一遍 这些弹性可能要费很大的劲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计算物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这么困难呢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 不会很困难呢 对吧 我去了解这个东西的价格 然后看看它需求量怎么变 为什么会比较困难 为什么 花时间 对 这个回答比较自然 但如果晶圆的时候 你花时间 估计你的答案是错的 有一个什么样 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原因 能够导致说 计算一个 这个物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是非常困难的 花时间 要去那个地方是吗 有什么非常简单的原因 为什么计算一个 为什么我们 不能很简单的看说 这个物品的价格变了多少 它的数量变了多少 这会带来什么问题 你能够简单的说 你到苹果市场上去看 我说今天苹果价格是一块 明天一块五 我看看它的销售量变了多少 就算出来需求价格弹性吗 对 其他条件要改变 对吧 很重要 你不能简单去看 赵来院苹果今天一块 明天一块五 它可能销售量反而上升了呢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因为大家喜欢 今天突然广播一波说 吃苹果能够预防疾病 增加了一百多种 对吧 明天你到照里面去看 苹果也涨价了 这个数量也 销售量还增加了 你这个时候算的 需求价格弹性就变正的了 这个就很有问题 所以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当然你说我可以做实验了 对吧 我找一 我要计算美国所有物品的 这个需求价格弹性 我就把所有物品都买了 然后找一些人关在黑屋子里 然后给他们不同的价格 看他们想买多少苹果 对吧 这个 这个办法不可靠啊 对吧 这个 你可以想象有很多问题 这个办法 对吧 当你把人叫来 让他们买苹果的时候 他们的行为可能跟他们在 不被灌在黑屋子里买苹果 效果不一样 对吧 可能灌在黑屋子里 特别恐惧 他吃很多苹果 所以很难做实验 首先你从现实当中的数据去观察 有其他条件的问题 对吧 你说我就天天去看苹果价格 天天去看苹果的销售量 你看一万年 可能都不一定得到一个准确的需求价格弹性的数字 对吧 这里边有很多因素在变 而如果你想做实验呢 把他们找来 当然这个理论上讲是可以的 人为的改变这个价格 看他们 把他们找到一个岛上 然后这个价格都是 都是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定的 然后看他们的行为怎么变 当然也是可以考虑这个 这样的因素的 但是都非常困难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难度 当然刚才这个同学说的也对 就是首先这个范围就很难 你要考虑美国啊 整个这个国家呀 然后所有的人呢 对这些所有物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这就已经很大的 即便没有这些问题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对吧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非常仔细 非常大规模 花很多钱去驱动 但是现在还面临一个技术性的 或者说是更大的一个 理论上的障害 就是这个其他条件不变 对吧 你在美国经济当中 现实条件下 影响供求的因素都在变动 所以你很难把这个影响 单纯的价格 对需求上的影响 给它分离出来 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学问题 用很多很高盛的办法 才能够去处理的 所以这个研究应该说 是非常的艰巨 同时也非常有意义 所以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敢去再做一遍 从80年代以后 就已经没有人敢去再做 这件事情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这个我是从比较早的 斯蒂格里茨那本书的版本上 摘下来的 我去看了一下 它最新一版的 它还在用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没有人去更新的 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你也可以想象 为什么没有再列出中国的物品的需求弹性 大概没有人做这件事情 在中国 非常艰苦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例子很珍贵 也就是告诉你 这个例子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能够得出这一大堆的数字 但你可以争辩说 这些数字也不准确 但是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好 我们下面来看 弹性和总收益的关系 这个弹性 特别是需求价格弹性 为什么非常有意思呢 我们后面有很多例子来说明 其实就是因为它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相关联 这个就是叫 总收益 叫total revenue 这两个概念有密切的联系 我马上就可以看到 总收益是一个物品的 买者支付的总的金额 也就是卖者得到的总的金额 这个很简单 价格乘以销售量来计算 所以tr等于p乘以q tr表示总收益 p是价格 q是数量 当一个市场上 以p的价格 销售了q单位的某一个物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买者为此支付了tr这么多的总金额 而销售的人呢 这些卖者呢 也得到了相应数量的这个 总的收入 这个revenue是 其实上是从这个 销售者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就是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total expenditure 就是说是一个总的支出 所以这两个概念 实际上是可以互换在这 它有一个直观的图形上的表示 就是面积 这个需求曲线 假定我们以价格4 在市场上 卖给消费者 他们购买了100个单位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价格数量 为的这个面积 来表示在这个市场上的总收益 或者说是总支出 400 比如说是在这 所以是对应一个面积的概念 需求曲线上一点 和价格数量为的面积 好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样 有一个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弹性和总收益之间 存在这样一种严格的数学关系 那么我们考察一个缺乏弹性的需求曲线 或者缺乏弹性的需求 如果我们让这个价格沿着需求曲线上升 那么对应的需求量就会下降 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后呢 由于缺乏弹性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精确的下降的比例 就是说需求量下降的比例 是应该小于价格上升的比例的 因为缺乏弹性的需求的定义就是这样 就是任何需求量的变动都应该小于价格上的变动 所以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 但是下降的比例小于价格上升的比例 这样呢就带来一个总收益的上升 所以这个地方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你这个TR它是由两个东西来组成的 TR是等于P乘以Q的 当你沿着需求曲线移动的时候呢 这两个总是反向变化 价格上升需求量就下降 价格上升需求量就上升 所以这两个东西总是反向变化呢 就带来这个TR的变动有一个不确定性 对吧 因为它们俩互相抵消 那关键就看它们俩抵消的程度了 所以当缺乏弹性在我们讲的这个例子里边 价格上升 价格上升的时候 这个需求量确实实在下降 但是呢 这个变化比较小 这个变化比较大 对吧 因为它是缺乏弹性的 所以这个价格变化 这个下降 使得总收益下降的因素是比较小的 这个TR 当这个Q下降 它使得总收益下降 但是它这个比较小 相对来讲 它这个变化幅度 而这个价格上升幅度呢 相对来说比较大 所以这两个抵消完了呢 这个还是上升的 对吧 这个地方大的主导作用 这是一个直观的解释了 我们完全可以用严格的数学来证明 但是在这我们不做这件事情 像大家在学中继微观可能会给你们讲一讲 所以 就得到这个结论 就是因为这两个是反向变动 哪个变化大 就决定了最终的TR的变动 在这个缺乏弹性的情况下 价格的上升总是大于数量的下降的 所以总收益总是上升的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规定的是价格上 我们考察价格上升 如果我们考察价格上升的 就有相反的结论 当价格下降的时候呢 这个下降 这个数量的上升会比较小 总说一下降 这个地方关键看你考虑的方向 所以缺乏弹性价格上升 总收益就上升 总收益就上升 好 所以通过例子来看 我们画一条非常非常陡峭的需求曲线 我觉得甚至建议你画成完全垂直的 画成完全垂直的有个好处 就是它给你的结论是非常直接的 对吧 你都不用考虑这个面积是怎么变的 所以如果你画成完全垂直 这个事情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完全垂直是缺乏弹性的极端 如果完全垂直的时候 总收益是上升 那缺乏弹性 总体上肯定倾向于总收益上升 所以完全是垂直的 你的这个价格上升呢 这是P这个Q 显然这个面积会增加 对吧 你从这个面积 就变成了 还包括这个面积 就这两个面积 和 所以当你完全缺乏弹性的时候 价格上升 总收益肯定是增加的 这个结论极端确定 所以当这个有一点点缺乏弹性 比较缺乏弹性 就是这个线稍微斜一点 对吧 你可以想象也是上升 对吧 这是一种连续性 它的一种保证 所以就得到了这个图形 所以我建议你就把这个图形记住 你把它看成完全缺乏弹性 然后把这个结论记住 然后 你自然就可以推到缺乏弹性的情况 所以当缺乏弹性的时候 价格上升 需求量下降很小 从100降到了80 所以总收益从100 增加到了 240 对吧 所以当缺乏弹性的时候 你就记住这个垂直的这种情况 总收益肯定随价格增加而增加 负义弹性有相反的结论 就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式子 当负义弹性的时候呢 价格的变化是比较小的 对吧 价格随便变化一个非常小的数字的话 价格变化很小的话 价格上升一点点 由于是负义弹性的 这个数量的下降就会非常的大 所以最终得到这个地方就是下降了 所以有很多办法来记 就是你可以用公式来记 也可以用图形来记 所以当负义弹性的时候呢 就是价格上升大于 小于需求量的下降 所以得到一个总收益下降 图形上的反应 你这个地方也可以画成是 完全水平 但是完全水平你要非常当心 这个地方画成完全水平 也许不会帮助你记忆 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 画成完全水平实际上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你的价格只能被锁定在这 所以有时候这个办法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说你这个地方可以画成完全垂直 这画成完全水平问题其实比较大 你原来价格只能在这 这时候你的需求量是无穷大 然后价格上升变成零 这个好像图形上不太容易看出来 所以这个办法我们觉得不好 这个不仅不帮助记忆 而且还有可能更记不住了 不要这个 但是对于完全缺乏弹性的时候是可以的 当然有人可能觉得这样也可以记 因为价格上升一点 需求量就变成零了 总之会肯定是下降 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所以还是来看它这个图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富于弹性 所以价格有一点点上升 可以想象需求量下降是非常大的 所以4变到5 需求量从50就下降到20 你可以让它变得更小 这样就更富于弹性 所以这样这个收益就从200下降到100 所以是这样 就是富于弹性的需求 价格上升就引起总收益下降 反过来价格下降 当然会引起总收益上升 这个是很简单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说我们把一个量化的概念 变成一个定性的概念 这个量化就是弹性 弹性从小于一变到大于一 是一个数量的变化 是一个定量的变化 但是它却引起了总收益一个定性的变化 当价格弹性小于一的时候 你价格上升总收益是会增加 当价格弹性是大于一的时候 价格上升的总收益会下降 所以上升和下降 这是一个定性的区别 所以一个弹性的定量的变化 引起了一个总收益的定性的变化 所以这个应用就很 你可以可想而知了 很大的应用 比如说假定你是颐和园的负责人 你需要增加你的门票收入 你应该怎么办呢 是提高门票的价格 还是降低门票的价格呢 这本身是个问题 就意味着这里边要考虑台性 所以你不能简单说 我要提高门票价格 好像看起来应该增加我的收益 或者有的人也很聪明 说我干脆降低门票价格 博利多销 那这地方问题关键就是弹性 能不能增加总收益 就取决于颐和园门票的需求的价格 弹性是小于一还是大于一 所以提高还是降低 这就变成了一个 一定要知道弹性 才能够回答的问题 一定要知道弹性 所以如果你认为 颐和园的参观者 主要都是从很远的地方 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这 非要看一眼颐和园的话 这个弹性就会比较小 对吧 以后没要再长 他们也要进去看一眼 如果你认为都是清华的学生 然后下课了没什么事 就非要去医合院逛一圈 对吧 这个弹性就会比较大 所以这样就会 有不同的决策 你要了解你的需求者是什么样的人 还是个挺复杂的问题 真的要去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好 我们再说一下弹性和邪律 有一个关系 有的同学可能对这个问题 数学问题感兴趣 我们这个地方用的弹性 它有一个好处 我们知道 就是它避免了单位的区别 但是它也有一个害处 它的害处就在于 图形上任何曲线的倾斜程度 是用邪律来衡量 这大家知道 对吧 我们说一条曲线很平坦 或者很陡峭 它的直接的衡量的指标 就是邪律 邪律这个概念 对应在数学公式上 就是变化量的绝对值的比值 对吧 而不是百分比的比值 所以我们说一条曲线很平坦 我们说它弹性就很大 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们忽略了 它邪律和弹性之间 会不会存在某种复杂的关系 对吧 那么为了理解这一点 我们就只好用公式来表示一下 看看这个邪律和弹性 究竟怎么样来区分 邪律就是 假定我们看一条需求曲线 它的邪律呢 就是数量的变化除以价格变化 当然要把这个横重坐标 要颠倒一下 这个弹性呢 按照我们刚才的定义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式子 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dellq除以q 这是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dellp除以p 所以这里我们用抽象的符号来表示 意思并没有变 意思并没有变 所以这样呢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式子 它有一部分跟邪律是一样 dellq除以q 除以dellp 另外一部分它取决于你所考察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点在哪 这个q除以p表示你要考察那个弹性的那个点 在曲线上的位置 就是q除以p 的这个对应的这个点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有两条结论 实际上 你可以很容易引出两条结论 一个是说 如果你考虑给定的某一个点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条需求曲线 你说我就考察这一点的弹性和邪律呢 它们就是E对应的 我假定过这个点画一条更陡峭的需求曲线呢 这有两条需求曲线 一个是第一 一个是第二 我就可以说 首先第一比第二更加的平坦 或者说它的弹性更大 至于这个地方 因为横动坐标是反的 所以有时候容易混 这个曲线越平坦的弹性其实上是越大 它邪律也就越大 这个地方我说这条线的邪律越大 是要把这个横动坐标颠倒一下 所以这个第一的邪律会更大 然后呢 我们就一定能说 第一这条线的弹性也更大 在这个点 附近 这个点很重要 比如说这是一个均衡点 假设 所以在E这个点附近 第一比第二的邪律更大 同时也意味着 第一比第二的弹性更大 这是完全可以对应的 我画一条更平坦的 更平坦的需求曲线呢 它的弹性也就会更大 再画一个第三的 那么对第三的需求曲线 在这儿弹性就最大 所以只要给定某一个点 围绕这个点 需求曲线的话 这个需求曲线越平坦 它的弹性就 它的邪律首先越大 从图形上直观看 其次呢 它的弹性也是越大的 好 所以当我们不知道 这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取一个确定的点 这样我们就能够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所以这个是旋转需求曲线 它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 可以让它弹性和协力 完全能够一一对应 同一个点 所以就把这个Q除以P固定住了 这两个就完全是正比关系 正比关系 所以只要把这个点固定住 那么反过来呢 我们说 假定你是 不能把这个固定住 相反你把这个 DLQ除以DLP固定住 你说协力不变 那弹性可以变 对吧 不同的Q和P 就可以对应着不同的弹性 所以即便DLQ除以DLP不变 这个弹性也可能会变 那么DLQ除以DLP不变呢 就是一个线性的需求曲线 如果你有一条线性的需求曲线 这个就不变 但是呢 这个弹性却会变 因为你这点不一样 所以就是书上这个图形 这个表格 所以它给出一个线性的需求曲线 它的弹性却不是 不变的 它弹性一直在变 它的邪律呢 总是不变 这个地方没有表示出来 但是它弹性一直在变 所以这比较别扭 这个其实告诉我们 弹性这个概念是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说 你画一条直线需求曲线 你居然会发现 它在不同点的弹性是不一样的 这个其实比较讨厌 但是好在我们绝大多数 我们遇到的问题 都是这个问题 你要注意了 我们这个很重要 但这个不重要 我们从来不问大家 线性需求曲线的弹性是多少 当然你可以说有不同的范围 你的数学会学得很好 但是这个对我们经济学的问题 没什么帮助 所以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这里边确实有一些麻烦 有一点麻烦 所以线性需求曲线 协力不变 弹性不是不变的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定义弹性 用了百分比这个概念 百分比的概念 引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宁肯 宁肯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是这个地方 好 我们前面这块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本 这一颗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需求价格弹性 我们花了超过一半的时间来讲 这最重要 后面的一些相对来讲 重要性是要小一点 有没有问题 可能没有问题 因为还是比较简单的 看大家都很高兴 所以我猜可能没什么问题 需求收入弹性 需求量对收入变化的 反应程度的大小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完全也可以定义 对吧 我们看收入变化百分之一 其他条件不变 需求量变化多少 所以用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 除以收入变化的百分比 公式也是很简单的 好 这里边就有正负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有正产品 有劣等品 对吧 我们定义过 需求价格弹性总是负的 需求收入弹性可正可负 如果你是正产品 你的需求 收入增加 需求量增加 就是正的需求收入弹性 劣等品的话 更高的收入带来 更低的需求量 就是负的需求收入弹性 好在劣等品在我们的绝大多数的物品当中 都不是非常的常见 好 在正常品当中又要区分两种情况 还是从一来区分 如果弹性小于一 但是大于零 这个就叫缺乏收入弹性 这个就是必需品 这个必需品在这儿是定义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必需品不是定义 但这儿是定义 就是说什么叫必需品 就被定义成需求收入弹性小于一的物品 但是这地方就引入一个问题 你说需求收入弹性小于一 是不是也就是说 它的需求价格弹性也倾向于小于一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 也倾向于比较小呢 可能不一定小于一 我们说这确实是有一个联系的 当你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一 是必需品的时候 它的需求价格弹性也会比较小 但是这个我们在这儿不做解释 这个将来大家学到 终极微观在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个关系 简单来说 就是当你收入变化的时候的话 当你价格变化的时候 其实也意味着某种收入的变化 当这个物品的价格昂贵了以后呢 你的收入相对来说也就下降了 对吧 因为你要购买同样多的物品 就这些收入就不够了 所以价格的上升 某种意义上和收入的下降 是有对应关系的 所以当一个物品价格上升 你可以理解成收入下降 某种意义上 而当收入下降 你的弹性比较小的时候呢 也就意味着你的需求价格弹性 也会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这儿回到需求收入弹性 我们不去关心 为什么它和需求价格弹性有关系 所以一个必需品它的需求收入弹性是小于一的 什么样东西就是必需品呢 我们这有很多例子了 粮食 燃油 服装 水电器 医疗 所以医疗在这儿又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东西 就是说人的就医的服务 并不会与你收入的上升 而有大幅度的上升 或者换句话讲 当你很穷的时候 你也要去看病 所以这个就带来一些问题 因为穷人他们的需求收入弹性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可能医疗服务对他们来讲 就有很大的负担 他们不会因为没钱就不去 就可能减少这个需求 所以这是会带来问题 还有一些是赋予需求的收入弹性的 大于一 这里边举的都是一些 非常非常奢侈品的例子 这个奢侈品就被定义成 需求收入弹性大于一 这是一个定义 随着收入的变化 你的需求量增加的会比较快 这例子都是 什么跑车 都不是一般车 什么毛皮衣服 这都是精心挑选的例子 高档食品 这些可能是奢侈品 需求收入弹性是大于一的 好 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一个含义 或者叫应用 就是如果这个国家经济一直在增长 人们的收入水平一直在提高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在它所有收入当中的支出 所有用来支出的这个收入当中 它哪些物品的支出的比例会增加呢 就两种情况 一个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 这个答案呢 就是奢侈品 对吧 这个是可以从需求收入弹性直接得到的 因为你收入增加1% 奢侈品的需求量增加大于1% 那就意味着它在收入当中占的比重会增加 对吧 收入增加1%了 奢侈品增加2% 除非它增加1% 否则它占的比例就会大于它原来的比例 对吧 所以当一个物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几率的时候 人们收入的增加以后 它的在收入当中占的比例就会上升 或者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观察一个物品 随着收入的增加 它在收入当中占的比例的话 我们也知道它是奢侈品 还是必需品 那么这个进一步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常常要说刺激内需 你怎么来刺激内需呢 因为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 所以你必须选择那些奢侈品来刺激内需 因为奢侈品是人们随着收入的增加 它们会增加需求量的物品 所以这个很重要 八十年代我们就是所谓的三大件 对吧 或者叫新三大件 老三大件是什么缝纫机手表 自行车对吧 新三大件 在新三大件现在已经快 也快成老三大件 电视冰箱洗净 这个在当时是奢侈品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所以是不是奢侈品跟你的收入的水平还有关系 九十年代也许是类似于电脑啊 汽车啊 空调啊 但现在汽车也很热了 现在也许是住房流 这个不是很科学的划分啊 但是只是告诉大家啊 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 人们的消费的 需求量在不同的商品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千万不能小看这样一个力量 这实际上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力量 对吧 就是说人们随着收入的上升 他们的需求的变动 会引起这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动 对吧 人们需要更多某种东西的时候 这些东西在市场的调节下 就会生产的更多 当然另一个力量就是 供给方也起作用 对吧 技术进步 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从需求方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人们想要什么东西 这个也会引起这个国家经济的 结构的变化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我们给出一个很具体的数字 中国在改革开放 我们从90年开始 因为统计数字上 90年是最早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数字 这个消费结构的 到我们最近的 07年 我们可以更新到08年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些主要的商品类型当中 他们在收入当中占了比例 的变动 你可以看到食品显然是一个下降 必需品 衣着也在下降 居住有略有上升 所以居住在城市来讲上升更加的厉害 而且我们可以甚至认为 这个上升还是低估了 你看现在 你在住宅上的花费 只见你的收入的10%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低估的 对吧 就算租房也是低估 每个月租房的价格 现在在 在清华东门外 当然那个比较高了 那价格 可能好几千 四五千可能 所以可能占到你收入的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90% 实际上是有可能低估的 这个原因可能是 有的人还住着国家分的福利房 所以不怎么花钱 他没有反映他市场价格 等等这样一些因素 所以住房这个变成一个奢侈品 在消费支出当中的结构 比例是上升的 家庭设备 这主要就包括三大件 下降 所以这个是下降 是一个必需品 已经变成 交通通讯 有非常非常剧烈的增加 所以现在手机 这些通讯设备 变成了奢侈品 有非常迅猛的上升 文教娱乐也是增加的 医疗保健也是增加的 也是增加的 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才讲 医疗保健是必需品 有一点矛盾 可能在中国的情况下 可能人们对医疗服务 还是随着收入的上升 他的需求还是在增加 所以等等这样一些例子 这就告诉我们 这个经济的结构 实际上是在发生巨大的变动 对吧 人们在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下 他们的消费的愿望 是很不一样的 这就对于我们这个 需求收入财献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我想是 我们经常讨论刺激内需 对吧 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你在什么方向上去 增加这个供给量 会带来更大的效果 好 这是需求收入弹性 对吧 这个地方也有很重要的 经济学的意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谢谢大家